再来关心花193县瑞穗香鹤岗路段 两旁不论是露树还是文旦又果树生长茂盛 那么有时是遮蔽了露灯光线 再加上社区聚落露灯的展数较少 傍晚之后呢整条道路昏暗不清 那么学童几乎都要摸黑返家 也让社区及学生家长忧心行的安全 那么特别是向了村长以及乡代表 来反映 期盼呢能够增设露灯并修剪露树 来照亮学童回家的路 白天的花193县瑞穗香鹤岗社区聚落露段 两旁露树餐天文旦又树生长茂盛 一片丽域盎人的自然景色 傍晚入夜后却成了居民 以及部落家长们心中的忧愁 他们放写回来的时候有时候很晚 因为这条193这一段路83.5K左右 这附近都很暗 有点危险小朋友年纪那么小 我们当阿嬷阿公的人会心疼会关心 高达露树或茂盛的文旦幼树 遮蔽了交通视线也遮住了路灯灯光 不论开车或行走影响甚至 那因为它长得很好 所以超越的时候我们要配合 要把它修剪 是这个行驶的车辆跟行走的行人呢 都有一个一条很安全的路 由于赫岗民族实验小学 学童都参加夜光辅导班 在下课放学时 整条道路困难不清 几乎都得要抹黑返家 学童行的安全 看率也特别向村长 以及向代表们反映 希望能够协助改善 这些路数都要锯掉 真的 这个路数真的会被挡住到路灯 又很黑暗 所以是说很多事情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解决 希望是说政府能替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结果陈情反映的 乡代表林玉芬也到场会刊 了解社区聚落的迫切需求 并即刻协调相公所修剪路数 并尽快地来增设路灯解决 那我们经过会刊之后 我们有请农业客来协助 来就是树木的部分来修剪 那路灯的部分我们现在也正在争取就是 要加装几盏路灯 还有设几支电杆 然后再加装大概四五盏的路灯 希望能够加强维护学童的那个上下雪的安全这样子 目前我们正在努力地继续争取中 希望我们县政府能够给我们一点力量 也给我们一点经费能够来把这个事情能够圆满解决 除了部分住户已经先行修剪自家 植栽桥木 像代表林玉芬也进一步表示 已经协调工所清洁队展开路数修剪的工作 同时也提报增设十五盏的路灯 照亮学童回家的路 记者十一遇蓝瑞瑟採访报道